112年學測在13號登場 相較於前幾年的疫情是比較緩和的 所以可以發現到學生進入到考場的時候 已經不需要再量體溫 雖然不用量體溫 噴酒精中午吃飯也不再使用隔板 但口罩還是得全程佩戴 家長不能進入陪考 今年學測應考生有11.8萬人 相較於去年增加2000多人 分析因為重考生回流 跟技專生跨考影響 考前緊繃神經避免感染 但就算真的確診也不用擔心 因為學測收度開放 確診者也能考試 如果是前一天晚上12點以前 快篩羊 輕症無症狀者要先上系統填報 而如果是起床後 當天發現確診也沒關係 先到原考場通報 只要是確診就會被安排到獨立考場 工作人員也會穿隔離液防護 市大市有五個分區考場 那有四個學生分別在四個分區的考場 就是已經啟動確診的考場 那每一個考場就是有一位學生 除了防疫考生還得注意 答案券上記得簽名 這是從上一屆開始實施的 因為多了新型混合考題 不影響考生答題流暢才會改成自己在試卷簽名 取代以往考場簽名簿 只是去年就五千七百六十六起忘了簽名 而被扣一級分的狀況 今年特別規劃監視人員巡視時 如果發現沒有簽名會以小卡提醒 就怕學生一緊張忘了簽名 平白無故被扣分 平白新聞許國文之後 我現在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